第二輪刺客賽準備好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被調戲 被調戲 什麼 第二個提示 站個十秒 動的 臭的 出來啦 關鍵字大集合已經出來啦 聽好了 答案是 吃豆腐 所以答案是三個字 答對了沒有 豆腐 來 葉豆腐 很酷的 很酷的 來 進行我們的育豪 黃育豪的酒屋葛工業賽就位 黃育豪同學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現在是醫大大昌醫院的 國際美容醫學中心主任 是 看一下人生的第二套題目 來 請公布 第一題 胡臭這樣看 醫美醫師在你的日 在你的經驗當中 十八歲以下做胡臭手術的 聽說不少 是 聚餐紅燈區 下班會跟同事們喝酒聚餐 為什麼會有紅燈區 這我不演過 台語唱經典 從小在台語環境中長大的 台語等於是母語 美國元首日 喜歡看網路影片 會聊聊鄉民跟新聞時事 韓國醫療筆記 這個特別 工作上的要求 所以一年都會去到兩三次 到韓國再做一些所謂醫美的 技術交流 對 相約泡溫泉 最近才去了知名的溫泉 度假村泡溫泉 是 跟風呱呱樂 是 曾經跟風去買的呱呱樂 沒想到中了 沒有啦 我是很想中啊 信念不及 心急手搖飲 這是你最愛喝的飲料 是 第一題 胡臭這樣看 胡臭可能是個疾病 對 它是個疾病 胡臭不是病 臭起來要人命 所以我們要讓這個 所以我說我不要讓 好 妳有什麼問題嗎 我笑得起 沒事 我覺得你好好笑 沒事 可是妳稍微放低一點音量 因為我們這邊在錄影 不好意思 沒事 對不起 對不起 沒事 那請把它燈關掉好不好 胡臭這樣怎麼看 請主題 這本研究指出 胡臭和耳垢有關係 請問有耳垢呈現哪一種類型的人 容易會有 胡臭的困擾 A 暗黑色耳屎 B 白色片狀耳屎 C 黏稠的濕耳屎 我的答案是C C 解鎖定 妳又不是耳鼻喉的 妳怎麼會那麼肯定 因為胡臭本身是跟這一個 大小汗腺有相關的一個疾病 是 也是在這一個腋下去 那 汗腺的這個分泌 特別濃稠 那我在想 他應該也是跟這一個 比如說耳道的這個分泌物 特別多的人 可能有症相關 黏稠的絲耳屎 這樣的人容易有胡臭的困擾 值得自己自我檢視一下 來 請 謝謝 謝謝 謝謝陳佑 是 好 到底為什麼胡臭 會跟耳屎有關係呢 這就要告訴大家 其實胡臭的原因是來自於 我們腋下的大汗腺 就是頂漿腺 這個頂漿腺 它分泌大量的汗水 裡頭含有一些蛋白質 那又悶在腋下 就容易會有異味產生 其實在遠古時代 頂漿腺的功用 是希望讓部落的人 可以聞到味道之後 方便他們溝通跟交流 還有畫地這個分 分住這個界線 但是人類開始出現語言之後 就不需要這種 強烈的氣味來溝通了 反而變成社交障礙 所以它反而變成很多人的困擾 那其實因為頂漿腺 除了在腋下 它也會延伸到外耳道 因此我們剛剛不是說 胡臭是汗水造成的嗎 如果你的頂漿腺 它分泌得比較旺盛一點的話 也會讓你的耳屎是濕濕的 所以有胡臭的人 98%都是濕而屎 如果你有濕而屎的話 七八成都會有胡臭 我自己人 最累的 故障 最累的 聞味道 來 第二題 初題 請 初題 在聚會吃飯的時候 禮儀很重要 根據台灣網路調查 請問 下列哪一種行為 是公認的聚餐地雷冠軍 A到處挖一口來吃 B不停低頭滑手機 C聊天講話噴口水 聚餐的冠軍 我的答案是B 不停低頭滑手機 準備 到處挖一口來吃 你覺得它不是冠軍 可是我覺得這個 有的時候是好朋友的表現 是一種跟這個朋友很親密 你一分我一口我分 常常去聚餐都是這樣 聊天講話噴口水 很正常好朋友的反應 對啊 因為你講我也講 我總不能說 都我講你不講 我們叫相濡以沫 對 對 相濡以沫 這個成語是這樣來的沒錯 你只有跟我一樣抓被 抓最遇的 好好回答就可以 好 是 那不停低頭滑手機 這不是全民運動嗎 大家都共同的健康 可是現在是這個新時代 我有看過一個報告 他不是已經被默許了嗎 這個事情 沒有 就是這個是 回去會被diss 就是我約你出來 你天天在滑 下一次就沒機會了 不停低頭滑手機 是不是聚餐的地雷冠軍 請你揭曉 好了 一萬在巷子口了 我們千萬不要做聚餐的地雷 各位 小心 來 第三題 多愛喝 每天 其實每天會喝 但是有轉變 現在都喝無糖清茶 以前不是 以前是珍珠奶茶 新記手搖飲 新主題 台灣首位拿下了米其林 新新的主廚江振誠 推出了手搖飲品 台八線 請問這裡面有哪一些原料呢 A 鹿筍汁 B 椰子水 C 甘蔗汁 台八線 江振誠推出手搖飲品 答案是 A 鹿筍汁 鹿筍汁 請手定 猜的嗎 猜的 因為想說那個江振誠 應該跟這個 什麼 法國頂級白鹿筍之類的 還滿熟悉的吧 法國頂級白鹿筍 拿來做手搖飲 你覺得他家境好就對了 他現在都很強調特色料理啊 覺得他答對舉手 兩位 糟糕 你為什麼不舉 我假如 如果是我 我會猜鹿筍汁 我覺得如果這個 做一個結果 所以為什麼不舉 可是我不確定 我會怕 貴貴 我直覺性想到什麼 台八線跟鐵路有關 就想到甘蔗 台八線跟公路有關 不是跟鐵路有關 就是一種感覺而已 直覺 所以你認為他可能是 C 甘蔗 也是甘蔗 不拆鹿筍就是拆甘蔗 答案會不會是椰子 請揭曉 鹿筍才要來做 可能聽大多 是 好 這明天的民俗江振誠 推出的這款飲料 非常的特別 它之所以叫台八線 主要的原因是諧音 因為你知道嗎 在我們的國道台八線 是連接了這個西部跟東部 所以代表著他想要把 這個飲料打造出中西融合的口味 那台八線裡頭有三種重要的元素 也就是五六零年代的時候 台灣人最愛喝的三種飲料 楊樂多 金金蘆筍汁 以及這個 巴勒汁三款加在一起 用特別的比例調配起來 那大家就覺得說這個味道 應該滿特別的吧 那價格貴不貴呢 要告訴大家喔 一杯台八線的這個飲料 一百二十五塊錢 也算是有一點點貴啦 但可以試試看 很好 恭喜 第四題 是 那我就選擇 韓國醫療筆記 韓國的醫美 是不是真的它的水平 總體來說 跟台灣比是好一點 應該是說醫師的技術水平 是類似 但是韓國他們的廣告的 效益滿大的 比如說他們的藝人 或者是一些媒體的一些 宣傳的效果之下 大家就是 而且第二個他們觀光醫療 也做得很好 台灣要加油 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應該不會輸它 要努力 韓國醫療筆記 來 請處理 我腳踝兩側凸出來的骨頭 加油 腳踝喔 對 我的答案是 李子骨 李子骨 請處理 腳踝兩側是 就是這個 對啊 外側凸起的這個 對 滿像李子的喔 應該是像李子的字吧 李子的字 你是猜的對不對 我是猜的 無花水蜜桃 聽起來就不太像 我是AC在猜啦 因為形狀怎麼長 也長不像水蜜桃啊 對啊 但無花果也滿像的 無花果也差不多是那個大小 無花果的字 無花果比核桃差不多吧 無花果是比糖草栗子大一點 韓國有無花果嗎 跟核桃差不多 韓國有無花果嗎 問得很好喔 阿滋 希望你是對的 這太重要了 對 切一切腳 你是猜的對不對 猜的 可惜喔 對啊 正確答案是 水蜜桃骨 好 其實在韓國 他們專門的用法 在講這個腳踝兩側 吐出來的骨頭 因為它的形狀 跟這個我們的表皮的顏色 看起來跟水蜜桃比較類似 那所以因此 這張獨音的關係 它就被稱之為 水蜜桃骨頭 有禮物帶回家 謝謝 最後一個他需要的東西 來 好 送給黃玉豪醫師的是 FOOTG 居家按摩紓壓整套圖 有 專業美容媒體師指定 散開口的結構 趴躺呼吸順暢不悶症 收納攜帶更方便 柔軟的三明支部 以及高密度彈力準心 耐用不易塌陷 搭配著媒體絞整跟保潔墊 享受按摩紓壓旅程 哇 很好這套 太棒了 你就不見得要靠喝酒 跟朋友聚餐來 對不對來減壓 對 這套就滿好的 這套就很棒 謝謝 不錯不錯 謝謝製作單 來進行下一回合資格賽 來 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